仔细看,这个男人刚刚释放自我,按下冲水键,细菌噼里啪啦空中飞扬,头盗球军大肠杆军一蹦猛窜三米高,落在剃须刀牙刷上,挤上牙膏刷刷牙 也就是说,吃屎没问题,但不能吃太多,不然身体会打不过那些把吧 据不完全统计,一个马桶里平均有三到五亿个独立的细菌细胞,熏虚时噼里啪啦溅起的可不是水花,而是一道生命喷泉 绚烂多姿,营养丰富,大号可就更糟了,细菌直接加速飞到门口,整个卫生间堪比丛林 各种有害菌齐聚一堂,一锅乱炖,猫咪的洗手间更是热闹非凡 一般来说,猫咪排泄后会用猫砂掩盖,尘土飞扬,味道上头 其粪便中含有弓形虫,人吸入后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变得大胆,甚至鲁莽 呀,那还喝酒壮胆干啥,走,撸猫巴拉巴巴去 除了厕所,每个人身上大约有五百到一千种不同种类的细菌 数量嘛,不算很多,九十万亿左右 也就是说,一个people站在那,人的成分只占百分之十 体内百分之九十的细胞都是细菌 无数个小可爱大摆宴席,整个就是一栋动动物园 但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无害的 而且,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保护自身和有害细菌做斗争 打上几个回合,除非你免疫系统功能低下,战败入侵,引发一系列问题 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头道球菌会感染导致大脑炎症 大肠杆菌会危及肾脏 为了探清自己是不是世界上最脏的人 大渊种麦克踊跃报名,为科学显身 大不流行来到生鱼市场,垂涎欲滴 专家站在一旁疯狂摇头 小到龙虾,大到鲨鱼 各种海洋动物身上有一万六千多种寄生虫 有生鱼的地方就会有蠕虫 比方说线虫 随手一挑就是一个小生命 它们平时寄生在鱼的身上 只有搏斗成功,穿过人的胃里 才能进入肠道,才能找到伴侣繁殖 专家疯狂爸爸 店家脸上小兮兮,心里MMP 为了亲身体验,在胃里钓出一条线虫 麦克一边吃下新鲜的生鱼片 一边插入窥镜拍摄食物历险剂 注意,注意,前方高能 有洁癖人士迅速撤离 吃饭观看更加安偶 线虫没找到,差点吐出隔夜饭 画面不太好看,我们直接跳过 一般来说,冷藏或者适当的烹饪 足以杀死大部分献虫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漏网之鱼 麦克看着一个个小生命 饱受折磨 吃饭不敢吃,厕所不敢上 渐渐失去笑容 专家在接再厉,来到公园 发出直击心灵的疑问 抓屁股,擦屁股,舔屁股 时不时舔舔松鼠和兔子 舔完屁屁再舔舔你 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狗狗有点脏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专家三下五除二拿出一块树脂玻璃 一人一狗同时舔花生酱 然后拿出仪器对这块黏糊糊的玻璃进行测试 如果树脂在十以下,就是超级安全区 说明玻璃上没有多少微生物 毒素在十到三十就是中等程度 有相当数量的生命,还不算太糟 三十以上就是超级细菌区 就像厨房里的脏盘子 狗狗二十二,麦克三十一 人的嘴巴比狗狗脏百分之四十 虽然从数值上看狗狗的嘴巴更干净 但是,它们的舌头上有挠虫卵 随便整上一个法式舌吻 寄生虫就有可能到肠子里繁殖 四处奔走,在肛门处排卵 呀,小憋痣长得真东西 一旦你伸手去抓 就会把虫卵重新传到嘴里 简称生命的轮回 即便不亲亲,还是有办法传播 比如,在公园野餐 苍蝇兜兜转转,四处飞舞 十分喜欢爸爸 亲亲抱抱举高高 胳膊腿和嘴儿 多多少少都带了点大肠杆菌 如果它紧接着飞到了食物上 慷慨解囊 寄生虫就会从爸爸顺利传播 最后或多或少都会吃点米田供 麦克一口吞下热狗 胃同嚼辣,心态炸裂 这还没完 专家马不停蹄来到健身房 找到美女教练进行培训 帮助麦克努力伸展老胳膊老腿 不到五分钟,几人汗如雨下 专家两眼放光 赶紧抓着瑜伽垫 摸一摸,闻一闻,看一看 细菌钟爱汗液 其中丰富的氨基酸可以滋养它们 疯狂繁殖 因此健身房每平方厘米上含有的细菌数量 要比马桶圈高出几千倍 只要一滴汗 生命就像瀑布一样 飞流之下三千尺 落在瑜伽垫上 如果运动过程中 你闻到了嚼臭 那是因为嚼压沾染了细菌 其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人的每只脚上有25万个汗腺 加在一起就是名副其实的细菌水疗管 比如葡萄球菌 表皮盐 它们会吃掉汗液中的氨基酸类 细菌一旦舔饱肚子 就会放屁 俗称脚臭 但也有例外 比如脚险真菌 它们吃的可是肉 如果不加以控制 就会发生感染 肮脏的瑜伽垫 不一定会要命 但如果你抠脚 挖鼻舔一舔 那就不一定了 麦克连滚带爬 赶紧跑路 好不容易逃离魔窟 转头又被专家带上了飞机 机舱封闭 空气循环重复使用 成百上千人共处一个空间 极有可能发生交叉感染 如果有一人携带致命病毒 一打喷嚏或者咳嗽 就会传播出去 那么打喷嚏和咳嗽 到底哪个更糟糕呢 为了测试 专家马里尔喊来空姐 当面咳嗽 好家伙 直接洗脸 专家隔一旁看得贼乐呵 拿出棉签 戳戳测试 等他登 38 麦克一脸懵逼 专家邪魅一笑 拿出辣椒粉 帮助空姐打喷嚏 3 2 走你 经测试 数值高达45 咳嗽能将几千个细菌 以88公里的食速 喷射到2米开外 喷嚏在一秒钟内 以160公里的食速 瞬间变换分身 喷出5000个小水滴 细菌指数杠杆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看别人上厕所 运动流汗 记得洗衣香香 打喷嚏或者咳嗽 记得遮掩口鼻 屁屁痒 千万不要上手挠 会回到嘴里 我们生存的世界上 本来就有这些生物 污染的可能 无可避免 孤单的时候 记得想想 周围有多少微生物 在陪着自己